找到那個位置 找位置應該不難 就是說 找到這個航空站 假設這個航空站 那你就用Google找那個 這個航空站 然後航空站找到之後的話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是哪裡有沒有 然後呢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就可以找到這邊有個經緯度了 就這一個 這個經緯度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 特別需要前面是緯度 後面是經度 那另外的話 最近有發現一個功能 比如說 他哪個地方到哪個地方 比如說 這個地方到哪個地方呢 到 假如說到 到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地方好了 比如說我們到 到這個地方好了 這個地方是什麼 南寮渝港 那有多遠 因為有時候你這樣目測看不出來 後來發現好像他這邊有個按右鍵 他這邊有個測量距離 這個功能好像還蠻好用的 測量距離 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這邊 在地圖上 按一下 即可畫出你要測量距離 所以你這邊按 再點這邊一下 他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這個功能是新的 以前沒有 那你可以測量出來 從這邊 到這邊 多遠呢 有大概差不多 1.8公里左右 那如果1.8公里 大概走路的話 應該走個20分鐘應該可以到吧 1公里大概 印象中大概走 15 15分 不不不止 大概走個 如果 女生的話 大概走個半個小時 如果說這個地方 像現在天氣 傍晚了 散步還可以 如果你 就是從航空在那邊 慢慢散步 那你可以測量一下 比如說你們 假設去 綠島玩的時候 那你的飯店 比如說住這邊的話 雅曼尼 那如果說你要住雅曼尼的話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在這邊一樣 測量一下 清除測量結果 然後再測量距離 再點這邊一下 這邊就出現了 500公尺 那500公尺的話呢 大概就走10分鐘就可以到了 所以大概這個 這個功能還蠻不錯的 不過這個是 額外 額外說的 那其實像我出國的時候 用這個Google地圖 機率太高了 真的非常好用 你可以很容易的 在這上面做很多的這個應用 OK 那如果說今天 把它放在手機裡面更好 尤其是你出國的時候 你可以先做一個 清單有沒有 那你要去哪裡 你就可以先把這個App做出來 然後以後出國的話 就裝在你這個手機裡面 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說 每次到那個地方 還是找半天 OK 那找到之後的話 要做哪些事呢 我們有這個經緯度之後 那剛剛已經把什麼 把我們要的那個 那個那個 這個地方 DIV 放在內容裡面 記得就是在CS樣式裡面 把它做一個修改 方框就是它的大小 邊框就是它要不要的邊框 那這個邊框 不見得一定要照我這樣的方式 你寬度如果覺得太寬的話 你可以把它 改為3的話 比如說稍微細一點 顏色如果你不喜歡這顏色的話 你可以改別的顏色 這個都沒有關係 還有它的樣式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樣式 你也可以改一下 不一樣的樣式 這個都沒有關係 比如你要虛線的話 這邊出來也會是虛線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要把地圖放進來 那可是地圖現在在哪裡呢 記得 請你找到那個HEAD HEAD這個地方 剛剛同學找不到那個HEAD在哪裡 其實原來 原來的位置大概好像在第17行 那它的架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HTML開頭 然後HEAD HEAD開頭在這裡 結束的話往下找 一定在這裡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你可以按Ctrl加F 或者編輯裡面有個尋找 你就找什麼呢 找這個HEAD 然後按一個尋找 它就告訴你在哪裡了 那接下來呢 請各位就是把那個雲端上面 我們之前給各位那個程式碼 我也把它call過來 你可以把這個這一段程式碼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HEAD的上方 那記得不要貼錯 貼上 貼到那個 OK 再一次 這一段有沒有 Ctrl C 以下 然後呢 接下來就切過來 把它貼到HEAD的上方 貼上 接下來特別注意 要改一個地方 改一個 兩個 三個之外 還有一個 這個地方要改 有沒有看到就是 這邊要MAPDIV 多少 1對不對 所以請你 我們剛剛是 預設是MAPDIV 請你把它改1 這個一定要改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呢 這邊還有一個 MAPDIV 這個不用 這個不用改 因為這個過來 大概就改這個地方而已 就是在那個 GET Element by ID 這個地方 把它這個地方改1 因為我們要去抓 這個上面的名稱 好 再來的話呢 它就是經緯度 原來的經緯度不對 所以呢我們把它改成對的 比如說 綠島機場 就是這個航空站 那你記得 緯度部分貼上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經度的地方貼上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什麼 完成我們的設置了 那至於就是底下 這個RUN 這個RUN 這個RUN的部分的話呢 14是預設了 不過有的時候 恐怕會 太 太遠 所以有時候你乾脆把數字稍微縮小 我印象說大概改個12左右吧 大概就是幾個地方 修改一下 記得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修改 因為貼上的位置的話就是 從這邊到這邊吧 那修改第2段 其實它有兩段 上面這一段是引用Google地圖 下面這一段呢 才是去 設置這個 MAP 然後呢 設置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即時看一下 如果我說點擊到這邊的話呢 它應該呢 會顯示出地圖 而且會把那個 綠島航空站 加到這個中間來 那縮放大小 如果你覺得 太 太小 你就把數字再放 再縮小 太大的話 你把數字加大 這個我想自己再調整一下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 Google地圖的流量 好像實在是 慢到不行 這個是怎樣 卡住了 算了 反正已經有看到 假設已經想像有看到 好在這裡 有已經出來航空站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一樣 就是在做什麼 那個 MAPDIV2 不過剛好同學會說 那是不是老師可以把這個 複製貼過去就好 但是如果你功力不夠的話 千萬不要這樣做 你看 再務實一點 再怎樣 內容 插入一次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 MAPDIV2 但是如果你功力夠的話 不夠這個要累積一個經驗值 這個經驗值應該不是馬上可以 那如果你不行 你就是再做一次 然後呢 針對這個怎麼樣 再什麼 再插入一個 就是設定它的格式 一樣是ID裡面 它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 MAPDIV2 然後呢 僅持文件 那動作都一樣 OK 那這邊的話也是Auto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的話改500 一樣是500 那寬度的 就是它的方框的部分的話 那一樣是看你要不要Solid 然後5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要用哪一個 你應該就用紅色好了 按個套用 套用之後的話 第二個就出來了 那第三個的話 就出 第三個也可以 不過如果你慢慢的發現 原來它之間有一個共通性 哪些共通性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你優標放在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選到 選到的話 是選這一個 記得 選它的時候 有沒有選這個 就是 就是會有一個什麼 頸 後面就是它ID ID的話 MAPDIV2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它是選什麼 選這一段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到下一個位置的content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是 把它選到 選它 按它把它Ctrl C一下 接下來放到哪裡呢 放到下一個段落 下一個段落的內容在哪裡 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從這邊移動 點它一下 這邊選 這邊會出現 那你就把它怎麼樣呢 直接內容的地方 乾脆內容的地方 選它 按個Enter 選它按Enter 然後內容先delete掉好了 再Enter 等於Enter兩下 移到中間 貼上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3 那你再切過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就已經加上去了 那接下來再插入 這個地方 一樣 CSAS規則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CS規則 我可不可以不要加 我可不可以自動產生 其實可以喔 因為它是放在哪裡呢 僅此文件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有沒有 一個 兩個 你會想說 老師好像都長得一樣 只是名稱不同而已 所以 Ctrl C 把它怎麼樣 貼上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3 它會跟二一模一樣 再Enter一下 貼上 改為4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對不對 但是 有一點點就是說 難度就是 它可能 一個兩個 再最後一個4 4的話 如果你要跟 3一樣 你可以選它 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內容選一下 確定在這個位置 然後把內容的地方 一樣 選起來 有點難選 Enter兩下 移到中間貼上 這個地方的話 3就出 這個地方記得把它改成 改成4 名稱再改一下 所以會有3有4 的位置 然後呢 上面記得要 再增加什麼 有3有4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點這邊一下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就通通出來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不就是這樣就結束了 再來上面的地方 有沒有 這個 地圖的 部分的程式 這一段不用複製 就複製這一段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貼的時候是 第一次貼 兩段都要貼 可是第二次 因為我這個 只有針對什麼了 針對的是 這個 MAPDIV 1 去給什麼 去抓那個Google地圖上面的位置 可是 2到4都還沒有 那怎麼辦呢 非常簡單 特別說 這邊有兩段程式嘛 你只要複製下面 因為上面這一段指的就是 我要去跟 Google地圖 要地圖 然後 下面這個是 把地圖的位置找到 並且丟到這個 DIV裡面 那 不用 第一段不用 所以第二段 第二段記得 從這邊 複製一下 Ctrl C 對不對 貼的話貼到它下方 改什麼呢 這邊把它改成2 然後還要改什麼 經度 緯度跟經度 還有縮放 2的話改完了 3的話一樣貼上 再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3 然後這邊一樣 然後底下4 然後一樣 就把那個 經度 緯度 改完了 改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可以測試一下 計時一下 不過因為我那個經緯度沒有出現 我們主要是要測一下 就是那個地圖有沒有出現 如果說切過來 你可以看到地圖的話 那恭喜你完成了 不過因為 可能是不是因為我們這個 對那個Google地圖的頻寬不太夠 所以如果真的要測試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把它 傳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FoneGap的網站上 然後呢 裝到你手機裡面 測試看 我覺得我印象中 應該是還蠻順的 那做完之後的話 記得不要忘記喔 就是 要把這個 就是存檔 或者是我這邊 利用零存檔 名稱記得喔 index.htm 這個名稱不要再做錯了 你可以用所有檔案裡面 把它改成 index.htm 然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並且把它存檔 然後丟到 我們的那個 雲端上面 去 就是說 試試看 把它採成APK 然後等一下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步驟的話呢 其實就是 第一個一定是一個 DIV 插入一個DIV 那名稱就是 MAPDIV 1到4 第二個是 CSA樣式 第三個就是 再去把那個程式碼 放過來 那有一些共通的 你就不用重做 你就是用複製貼的 不過 這個恐怕要 需要一些經驗值啦 因為我發現 有一同學對那個 HTML裡面的那個程式碼 跟他非常的不熟 所以 很容易一下子 負貼錯 那貼錯有的時候 真是麻煩的 如果你擔心做錯 乾脆你就 稍微務實一下 慢慢再做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一樣 會需要有一個 變化題 然後 有請你 我們也會 停車 谢谢观看